歡迎光臨前朝 今天在盤面上由於是不漲股當道 創高的並不多 但是4739的康普 今天的股價是非常強勢 創了掛牌以來的新高價位 包含了中國大陸 今天有很多在電動車 新能源車政策相關的受惠股 也都出現了大漲的走勢 怎麼做這一塊 產業趨勢的掌握跟觀察 我們來請教現場 新陳環球頭顧 陳宇農總顧問 宇農午安 宇農午安 大家午安 好宇農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中國大陸強勢的 新能源車政策受惠股 金龍汽車 做大陸的大巴士的車商 在今天入股當中 股價表現 像算是相對比較強勢的 曙光股份 也是中國大陸遼寧 做整車輸出的 600303的曙光股份 今天的股價 也是呈現大漲的一個走勢 包含了動力源 新旺達 這都是做這個電動車 零件相關的 尤其是在電池零件相關的 今天在入股表現平平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股價表現 都是相對比較強勁 所以看起來自從 在兩會期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宣布了這新能源車 購置稅的優惠 要再延長三年之後 兩岸的電動車概念股 都不約而同的動起來了 這個禮拜 還包含了中國大陸的寧德時代 也是大陸做這個電動車電池的 又一個新的利多題材 他拿下了大眾汽車的訂單 看起來有國家隊的支持 那寧德時代最近真的是有非常多的 利多題材傳出 我們來看下一張 寧德時代 他成為了大眾汽車主要的電池供應商 擊敗了很多的外資企業 那在這之前 有跟他一起來競標的 還包含了LG 包含了松下跟三星 都想要來搶大眾汽車的電池訂單 結果現在是由寧德所拿下 而且他在這個日內瓦車展大眾集團還宣布 他們到2025年以前 將會有至少15款的純電動車要量產 每年至少有100萬台的純電動車 所以這些電動車電池的訂單 通通都會落入到寧德時代之手 而且他才剛攜手了大眾 他今天又傳出 他要在歐洲蓋新的電池廠 也傳出要在福建蓋新的 鋰電池的電池廠 隨便一個基地的投資金額 都是千億起跳 怎麼觀察現在有大陸官方政策的 全面立體 民間的這些公司 也全部的開始動起來 積極的來搶訂單 積極的在擴廠部件 那台灣相關的一個廠商 供應鏈 除了康普跟美奇馬 還有沒有大家漏網之餘沒有注意到的 好 那我想其實這個 在最近中國大陸兩會的這個政策 不斷的一些出台的一個前提之下 其實對於整個所謂的一個 產業這個趨勢變化 大陸要特別去做觀察 尤其在電動車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李克強特別點到 就是接下來這三年這個補貼方案 會持續的去做個延長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這寧德時代 拿下大眾汽車 大眾汽車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Volkswagen 那目前在全球這個市場的這個 市佔率應該是全球低了 那如果說寧德時代能夠拿下 這個Volkswagen的這樣的一個訂單的話 那其實對於他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業績一定會大幅度去做成 因為他標準是官方的一個色彩 那其實台灣廠商 其實只要跟他沾上邊的 這兩天其實股價很強 比如說像2317的鴻海 大家會想鴻海不是在做這個 下游電子的這個組裝嗎 其實他在去年 大概是花了10億 買了大概是1.18%的這個 所謂寧德時代的股份 結果這一波的這個 寧德的一個利多出來 就帶動到鴻海的股價怎麼樣 連續上漲 那另外呢 像在做這個電池管理系統的 8183的金星 昨天供到漲天板 今天也是出現一個大漲 都是受到寧德時代的一個加持 那另外像電池的這個正極材料 其實剛剛明樂也有點到 包含像在這個康普啦 美琪嘛 股價今天表現都非常非常不錯 有說其實 這整個題材會持續做延燒 那我們就去思考到說 如果說這個政策 它不是只是一天兩天 我們怎麼樣去做個研判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在這個中國大陸 他們針對這個官方版 所發出來的這些公文裡面 我們可以去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先看一下 這是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上海市的這個交通委員會 跟公安警察局 他特別點到說 他支持新能源貨運車的推廣 跟應用的通知 大家先看一下 新能源貨運車 那這個深圳也特別點到 這個所謂的新能源乘用車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 補貼政策的一個方案的一個推行 代表說其實他們在新能源 官方版的政策 先客貨 後製小 所以說其實從這個部分 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就點到 剛剛點到 像這個所謂的一個金融汽車 就出現一個大漲 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來做個觀察 因為其實這個補貼這個政策 其實它不是只有一個是兩個 其實大家知道中央要做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推陳出 很多的補貼證 比如我們看到下一張 這邊是上海跟這個深圳 你看包含像在這個北京 包含像在西安 甚至像重慶 其實主要大城市 都針對這所謂新能源乘用車 有相對應的一些補貼 代表說這個政策 它發酵的一個時間點 可能不會只是一天兩天 它可能是一年兩年三年 甚至更久 為什麼 因為明年這個中國大陸雙補貼 特別點到 它的這所謂的一個 汽車的這樣所謂的一個銷量 提升的過程當中 一年就要250萬輛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台灣廠商 就有機會去售的時候 我們剛剛點到像金融汽車 大家知道嗎 金融汽車 它這個從股東名測來做觀察 我們先看一下 在下一張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一張大家可以看到 這都是官方所發出來的一個公告 這個廈門金融汽車 有拿到政府的補貼款 那也有切入到這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補貼的解決方案裡面 在下一張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這個所謂的一個去年 它所做的這個公車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這跟台灣公車很像 其實台灣很多公車都是金融汽車 台灣很多公車都是金融汽車 要不然就是宇通 對 要不然就是宇通 其實這個部分 它就有直接去做受毀 那如果說我們從它的股東名測 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發覺到一件事情 原來台灣廠商有人投資在金融汽車 就是2206的山羊 大家仔細看 山羊有投資這個轉投資金融汽車 機車轉投資做大巴 而且它持股比重蠻高 持股25% 那我們可以看到金融汽車最近 其實股價是往上漲了 那其實這個部分台灣 這個2206的山羊 其實就非常非常有機會 為什麼呢 我們先看下一張圖卡 大家會發覺到一件事情 第一個 這是它的周線 當然會發覺到一件事情 下面這個紅色柱狀體 是外資買賣超 從過去2016開始 外資在低檔 這裡盤整的過程當中 底部拚命在做一個吃貨 那其實在去年 它出現了一個大量之後 突破所謂一個年限反 在這個地方去做一個震盪洗盤 那最近其實有開始做個轉向 那如果說我們從它的財報來做觀察 大家會發覺到 第一個它的自由現金流量 已經有負轉正 它整體這個營運的這個週期 從原本的200天變成100天 代表說財務體質不斷的去做好轉 那最近最近 大家特別去留意到它日線的一個表現 如果可以的話 導播直接先上一下日線給我們看 大家會發覺到一個現象 就是它整個日線的一個架構有沒有 已經突破了所有短中長期的軍線 跟下降的一個反壓 也就是說如果說在接下來 新能源車這個題材 不斷持續去做發酵過程當中 當你看到上游的電池漲了 當你看到上游的正體材料漲了 那接下來下游的組裝 下游的這所謂公交車 可能就成為下一波受惠的一個標的 今天特別幫大家來分析 在中國大陸釋出了這麼多 新能源車的一個政策力多 跟補貼之後 比亞迪漲了 大家會去找比亞迪的供應鏈 寧德時代最近有非常多的一個接單消息 所以帶動了像是金星的股價 連續兩天都大漲 那今天大陸在漲的是公共汽車 公車的部分 公車製造商金融汽車的股價大漲 台灣跟它最密切合作的就是三洋工業 或許後續也會有一些想像的一個空間了 那麼…